修悟正道回归本源 大家要管控好自己的心 心无贪奇 就是不要去看稀奇古怪的东西 很多人就是爱打听奇闻异事 一听见别人窃窃私语 就赶紧凑过去 哎呦是吗 从没听说过这种事 好了你去贪了 你一贪稀奇怪异的东西 你的心就会乱动 守不住你的心 你就造业了 心无贪灵念邪术 邪术是什么 不正就是邪 有些人整天乱讲 就是邪说 师父看图腾 看了这么多年 听众问什么就说什么 其他从不多讲 如果师父进房间 冲你们一看 就说你要当心啊 你背后有一个人 这种就叫邪术 有些事情是不能随便讲的 有时候你偶然看见了鬼 你都不能去讲 讲了就叫邪 因为你在动邪 只能讲身体 灵界提示 意念等 我们学佛要把别人的正能量激发出来 要传递正能量 我看见菩萨了 佛光普照 大家听了是不是法系充满 心物贪多 什么事情多了就会出事 师父问你们 吃的多了 肠胃会出事吧 想多了 脑子会出事吧 拼命的打工赚钱 身体透支太多了 健康会出问题吧 抽烟多 喝酒多 生气多 会出事吧 你们记住 师父的一句话 什么东西都要始终 太多了就不好 痛苦太多了 好吗 很多人 幸福太多了 也不好 打麻将 不停的赢 到最后海底捞月 开心过头 血冲了上去 人一下就中风了 这种事情 有没有 什么东西 都不要贪多 少一点死不了 太多了 就会出毛病 钱多了会出事吧 很多人有钱了 被绑架 各种投资 最后拿不回来 是不是出事了 钱少一点 没人来绑架你 师父曾给你们讲过一个笑话 在悉尼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公园里 一名女士戴着一根金色项链 被小流氓拉掉了 如果她戴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吊坠 小流氓看见了 她才不会来拉呢 她的项链被别人拉掉后 自己吓得赶紧逃跑了 第二天 这名女士打工 又经过火车站 那些小流氓可是天天在火车站活动 他们看见 这名女士就说 下次不要戴假项链啊 这是贪图 漂亮惹的货 师父叫你们 不要幻听幻视 幻听幻视 就是好像听到了 又好像看见了 一些事情 实际上 并没有听到和看见 就算听到了 看见了 也不要去乱想 当心一点就好 师父告诉你们 人的眼睛会出毛病 人的耳朵也会出毛病 包括 人在人间听到 不应该听的事情 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 这些都是属于幻觉 有时候眼睛明明看不见的 却说 哎 我看见了 有的时候 看见了 却说 我看不见 如果有人对你说 过来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先不要去听他的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去幻听幻视 你就会少听 很多别人对你的诽谤 你也不会盲目地去迷信 学佛学得好的人 是不会迷信的 你们跟师父 学佛这么久了 师父从没叫你们去迷信 师父从没统一规定说 你们今天来听师父上 全部要穿一样的衣服 要戴一样的眼镜 头发全部都去染一下 师父就教你们规规矩矩地学佛 你们爱怎么磕头就怎么磕 你们的心在菩萨这里就可以了 盲信就是盲目地去相信 如果你不迷惑而相信 那叫正气 如果你迷进里面了去相信某个人的话 那就不是正气 一个不迷信的人 心中才会慢慢地生出正气 只要是人都会有所求 最富有的人和最贫穷的人 实际上都有贪求的一面 每个人都有贪心 正因为人间有贪求 所以才会蒙蔽我们的良心和本性 而贪求是无止无尽的 一个人贪得多了 就会蒙蔽自己的心 使自己丢失自行 所以学佛之人要舍弃人间的贪求 才能超凡入省 就是说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贪 我要成为内心干净的人 成为一个圣人 我要真心忏悔 要懂得心包太虚 心包太虚是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空的 即便你拥有了整个世界 最后也是一无所有 所以你的心要包容整个宇宙空性 小的时候 你们跟兄弟姐妹在玩游戏的时候 拼命的抢玩具 你现在还抢吗 在学校里的时候 你和同学抢这个 争那个 你现在还争吗 过去的不可得 2019年有过很多事情 你们现在还要得到吗 没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 宇宙空向就是让我们得到修悟正道之法 正悟后之道来 也空空去也空空 所以一个人到最后是要回归本源 就是人要善良 不要去害别人 害别人的人终有一天会被人害 人生是空 繁华是假 你这回儿开心吗 开心 但是开心是假的 因为它一会儿就结束了 很多老妈妈想想看 你们年轻结婚的时候 也是蛮有排场 很有面子的吧 结婚的时候 小姑娘一个 老公来迎娶你的时候 还不好意思呢 现在想一想 是不是空的 如果你的记性好 你应该记得 自己老公在你面前 讲了多少甜言蜜语 可是 现在那些甜言蜜语到哪去了 没有了 人生的真谛就是空空如意 要明白 我们看到的也不是真实的 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实的 有一个老婆在电话中 跟她在外地的老公说 老公 我减肥成功了 我结婚时 穿的衣服 现在居然全部又能够穿了 因为结婚后人都会发胖 结果她老公提醒她说 你要注意啊 你跟我结婚的时候 已经怀孕八个月了 虽然是个笑话 也就是说 那个时候她太太 已经是穿着很肥的衣服 现在还能穿上去 说明人还是胖啊 现在的人 就是在笑话里讽刺别人 揭示的确实 生活真实一面 很多人看起来很风光 有名有利 其实这些 只是人生中的一粒沙 爱我们的人 离我们而去了 恨你的人 天天还在你身边 天天上班看到不想看的人 天天吃饭看到不想吃的菜 对不对 天天看着自己 照着镜子都不想看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年轻的时候挺帅气的嘛 生活就是这样 你必须要接受现实 因为它最后是回归本源 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像一粒沙一样 很快地掩埋在泥土里 举个简单例子 有一个画家 他用一生的心血 画了一幅画 随着时代的变迁 这幅画在很多人的赞叹声中 很快地销声匿迹了 哦 好画 哦 很好 这幅画很有名 但是这个画家 还不一定很有名 这幅画就没了 很多人的一生 都是在赞美声中度过的 你这个人很好 你这个人很成功 最后开追悼会的时候 就是参加的人多一点 内容一样 中年多少岁 XX年到XX年 所以千万不要 在自己的生命结束之前 浪费时间 你们在墓碑上的前面 几个数字已经有了 XX年出生 就绝后面的 谁熬到最后走 谁就是有本事 就算生了癌症 也不走 并不是说 好死不如赖火 而是要求菩萨 帮助自己消灾严寿 以后能救度更多众生 所以师父叫你们 不要经常想不通 要懂得 人生就这么短暂 你为什么还要想不通呢 为什么我的孩子 对我这样 为什么 我老公对我这样 为什么单位里 同事对我这样 你去想好了 当你一直想不通 你很快就会在墓碑上 给自己划上一个句号 生于19XX年 死于20XX年 你的一生就结束了 你想得通 你就会天天开心 精神永远不死 犹如活在人间天堂 你很快就会在墓碑上 你很快就会在墓碑上 就会在墓碑上 你会在墓碑上 你会在墓碑上 我还在墓碑上 我还在墓碑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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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